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天气特别好,艳阳高照 但气温还是有点低 趁着天气好,给窝笋做一下简单的管理 我种的这个窝笋,长丝特别好 筋杆粗大,叶片比较宽大,肥厚 叶片看起来比较宽大,但其实特别嫩 窝笋是筋杆类蔬菜,洗淡肥也洗凝甲肥 为什么说它洗淡肥又洗凝甲肥呢 前期幼苗期间我们可以给它撕淡肥 我一在窝笋的时候幼苗期间都是给它撕的那个农甲肥 窝笋长丝特别好 现在到了后期了,长筋杆的时候 我们就要少拾淡肥了,就要给它添加那个农甲肥 如果长筋杆的时候,吃入过多的淡肥的话 那个窝笋它就只长叶子,就不长筋杆了 如果是家庭种植,想吃绿色蔬菜 不想使用发挥的话,那可以用那个草木灰拌水给它灌根 喜欢种植的朋友都知道草木灰对于种植来说用处非常多 既有防虫的效果,又是很好的那个淋甲肥 在窝笋长筋杆的时期,用草木灰对水 对窝笋进行浇灌的话,窝笋的筋杆会长得更粗大一些 窝笋的脑叶,那个烂叶,我们也要把它及时的给它剥掉 剥掉脑叶的好处呢,不仅可以让那个窝笋的底部通风透气 还可以让那个阳光照射进来,照着那个窝笋的窝笋 让窝笋长得更粗壮 剥老叶的时候,那些烂叶也要及时的把它清理出去 这样呢,可以避免那个烂叶子烂在地里面遭虫 减少虫害的发生 差不多弄完了,剥了满满的一大篮子,拿回去喂鸡了 家里的鸡有口福咯,天天吃的都是有机菜 下的蛋应该也算有机蛋吧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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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